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装作学渣的 那么一个计算机大神 蒋正涵 你看看 你看看你这个状态 一看就是刚打完架回来 在遇见民主夏令夕之后 我 能不能别跟着我了 你把校服钱给我 我转头就走 多看你一眼算我说 因为很多事件 把我们捆绑在了一起 昨天晚上抢劫我的人 就是蒋正涵支持的 你看我说错了吗 你 你这种学生就应该被开除 老师批评你你就离笑 如果你是被诬陷的 你应该去争取去解释 你装什么高冷 你知道一个人 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最重要的就是 先管好你自己 我觉得夏令夕就是 蒋正涵 转变自己整个人生的一个 关键点 但是真正的责任 不应该是在什么年龄 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希望您给我一次 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 我要为了我自己喜欢的女孩 去考上最好的大学 去跟她在一起 慢慢慢慢地我们的相处 它让我改变了自己 更大胆地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不要低着头跑夏令夕 看前面 稳住你可以的 加油 在夏令夕的眼里 秦月应该是一个大哥哥 永远都不会想到就是说把它当作恋人来看待的 这是灵溪 是我 师姐好 我是秦月高中的师妹 也是今年进管系的大一新生 请多多关照 秦月一直想等着夏令夕上大学的时候 向她表白 但谁知道夏令夕在高中的时候 认识了蒋正涵 她很想跟蒋正涵竞争一下 就是说你也喜欢 那不好意思 我喜欢这么多年了 跟她一块长大 真不过我 这是哥们之间的攀平性 我没你认识时间久 但不影响 我喜欢她 蒋正涵 断经的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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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八团肯定跟断经跑了 我找到全场都没找到他们两个人 陈一川最早对顾小曼的感觉是觉得 是因为我的学习好吸引了你 你不是喜欢我这个人 而是你喜欢我学习好 顾小曼就觉得 陈一川从高中就一定是喜欢我的 到了大学慢慢地变聪明了 她才知道自己喜欢顾小曼 所以他们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爱情 小川好巧啊 这个给你 这里面有我的笔记 以后有什么不会的随时问我 你喜欢上顾小曼吗 什么 我喜欢顾小曼 我怎么可能喜欢 顾小曼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确诊无误 等到有一天 段宁的出现 我终于 我终于 你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确诊无误 他跟小曼 中间有一段时间在一起 还是喜欢陈一川这个角色的 段宁 咱们俩还是算了吧 我是说 咱们俩分手吧 好呀 啊 是吗 嗨 说什么 我知道 你当初答应我 也是为了跟陈一川 闹脾气了 你一直都知道 其实这时候 段宁 心里头是非常心酸 非常难 之后 我就开始展开了 对顾小曼的追求 顾 对不起 你能原谅我吗 我知道错了 顾小白给了她一次机会 顾小白 我生命中重要的人 这个是我做的 我一直想要送给你 让她能重新 回到 补她 去补偿她 有陈衣的地方就有温暖 把这披上吧 有陈衣的地方就有温暖 把这披上吧 你还问她 没关系 我一直想要你 我一直想要你 有陈衣的地方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